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他呀 一直体弱多病 这说来话长了 这一回他伤得可不亲了 看来这次只能拜托你了 悉心照顾 他这个人呢 有点洁癖和强迫症 家里必须一尘不染 东西必须放得整整齐齐 衣服一定要运过 叠成正方形 不喜欢他花里胡哨的东西 水果他只吃梨 香菜和大蒜都不吃 不喜欢吃任何的动物内脏 不喜欢油 也不喜欢辣 这往后啊 你得多担待点 这跟腿有关系吗 既然答应了要照顾 那就好好做吧 这 这是 看门瓷卡 你搁我这儿干嘛 你不是说要道歉吗 你答应了要照顾我 你明天上午没有课 过来做饭吧 你怎么知道我上午没课 行吧 我应该做的 对了 我家冰箱里面没有食材了 你明天来的时候 买点东西过来 菜单我一会儿会发给你 钱我出 我还要买菜啊 行吧行吧 我帮你送你 不用了 你回去吧 明天早点过来 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啊 我找他 魏师兄 昨天不爱好的吗 怎么就突然鼓折了 不知道啊 好像是魏师兄受伤以后 一直也没好 你知道他是从楼地上摔下来的吗 哪 天哪 你说海洋昨天才出院 同学 这是你钓的吗 是是是 谢谢啊 最近也太不顺了吧 谢谢啊 你是 是 你好啊 混淆小学妹 我叫谭妮 大餐腾道系 是 谭妮学长 你好 不玩乐想 你是要看看卫楚吗 不是 不是去看她 我 我就住卫楚隔壁 听说她昨天骨折了 反而你又出现在这儿 而她最喜欢吃的 就是这快乐乡里 你不是去看她 那儿去看谁啊 这下糟了 我刚好顺路 一起走吧 不怕不怕 遇到陈冰杨宁雪又怎样 上次都演的那种地步了 她俩不会怀疑的 我 不是 是 因为 是 对 其实 磨砾 虽然 贝师兄 这才刚开局 你就不能让我一下吗 那么熟 是你主动找人家下棋 刚才我看到了让你五个字 你还像怎样 那是兄弟没说话 你都容嘴 东西美 大了 谢谢 空间发现尾 怎么还不进去啊 怎么还不进去啊 谁啊 光潇应该 不放这儿 那我们再放哪儿 好 飘飘 你是来找魏楚河 我 快进来 哦 飘飘 你来干什么呀 她是来给我做饭的 哪儿 我放了 我不是给了你开门瓷卡吗 你怎么还按门铃啊 什么 开门瓷卡 看来是要流传的 绯闻是真的 我说怎么在书画系的教室里 看看魏师兄的呢 飘飘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两个之前那样为难你 不好意思 师嫂好 别别别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别误会了 没关系了 我们知道你跟魏师兄的关系 不能在学校公开 放心 我们替你保密 不是 我来是因为她的腿 我饿了 菜太买回来了 去做饭吧 老魏楚 她要给你做饭 我们就 走吧 你开心没有门瓷卡 肯定没有门瓷卡 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魏师兄再见 师嫂 我们走了 那个魏师兄就交给你来照顾了 你怎么不跟他们解释一下都误会了 你怎么不跟他们解释一下都误会了 你为什么 师父 姐是告诉他们你就是那个神秘的太极女高手 还一脚把我给踹骨折了 我 什么味儿啊 我的炒蛋 是 煎着饭 吃着纠结喽 是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吃饭了吧 在刚出现多久 别到处走了 我要吃饭了 是风飘飘学妹给你做的饭吗 宁雪可告诉我 说你把开门词卡都给她了 是 那你们俩 我先挂了 魏楚 吃饭啊 好的 这是我给你做的一顿饭 我跟你讲 此饭只有这理由 我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做饭 一定很好吃 第一道菜也是 元气满满汁 画个圈圈保佑你吃了就会开心的 阳光小煎蛋 这道菜呢 是游到你心间的甜甜小芹菜叶 然后这道菜就 等会儿 这个是什么 小芹菜叶 尝尝 肯定很好吃 算了 我今天 不想吃菜叶 没关系 不想吃菜叶 我们还要下一道菜 看似很咸 但其实没有味道的 肉酱茄子 是肉抹茄子吧 随便啊 你这看起来是酱饮是末 反正都有 尝一尝 没带我 肯定很好吃 手拿开 这样不要浪费哦 点好 你也尝一下 好嘞 等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 你知不知道 我都快发芽了 就是咸了你 这为什么这么咸呢 我把酱油当醋放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有下一道菜等着您 十全大补猪蹄汤 它里面放了补血的红枣 还放了人参 当归 还有那个红红 小小亮亮的 狗茄子 我们快尝尝尝 肯定很好啊 真的 你尝尝尝 而且我放了黑胡椒粉 提提味道 别 别漏了别漏了 你这考验 好不好喝 嗯 这个还挺好喝的 我就知道 你看 我给你喝一口汤 等一下 这一碗汤都是我的 你就喝一口 小气鬼 你看 我做的太好吃了吧 好好好 不给你抢 不给你抢 你喝你喝 我看你喝 好 里面放个胡椒粉有点辣是吧 没事 没事 多喝点 好好好 都是我的啊 嗯嗯 都是你的 我吃饱了 猪蹄汤剩下的冬冰箱里面吧 下一顿再喝 冰箱 那锅放不下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想到办法 要不你这分锅装一下 那分的话也装不下呀 你会想到办法的 这样吧 我想办法 那你叫 别说话 你叫我神奇小出神怎么样 叫一声 我就去想办法 我看你总跟别人下棋 你有多厉害啊 来 跟我下 你会下棋 你 笑话 强到爆炸 好 我先绕你三次 下了 快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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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不要 我 快点 我赢了 赢了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吓的 吴子琪 手下摆桨 手下摆桨 散了 没事 你继续打扫去吧 你再陪我玩会儿 不是 我再 我再陪你玩几局嘛 不理人 又不理人 行吧 看书也好 多看看 学学知识 看怎么能打得过我 玩得不好就得看书 都读得读 然后 再跟我 你玩得好吗 只是 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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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的桌子 能不能认真点 卫叔 卫叔 有人追我 快 我只要不得死你又跑了 我就是这样偶尔会变本 有些迟钝 有些迟钝 也可一切实为单纯 和恋人试探多年的心得 往时间中放下 你在这一直生活都会落灰的 扫你的地区 改天冒失着防御 我的步伐在哪里 你是不是敢说几句 别对我感想太急 尋尝了竹子马迹 却一旦在浮现暧昧的情节 处处处处有点心 我复复复复醒来的你 多复复多少个秘密 藏藏藏藏没谁的心 完了完了 我之后又闯祸了 老爷 收拾好了 准备走了 知秋 老爷 收拾好了 对啊 扶我过去 扶我过去 你好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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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 慢点 这个是蓝色的 挺好看 我就说嘛 这个床单挺好 那个离远的看着是黑色 离近的看着是蓝色 蓝色好啊蓝 蓝色 那个 听说喜欢蓝色的人 都心胸宽广 试试吧 出去 好 那 晚安 风飘飘啊 风飘飘 你可千万不能 对喂猪头的美色给勾引了 那么晚你真 终于回来了 你们看着惨兮兮兮的 别提了 我这一天 洗衣服做饭 给魏楚当牛做马当了一天 你说你给谁当牛做马 废楚 干吗了 干吗 我是水腻吗 我干了一天活 我还欠份人情 欠一屁股人情 你为什么欠他人情 你什么时候欠他人情了 是不是他欺负你 哄你玩 这人我就说看着就不简单 我找他去 别别别别 我上次不把任意又弄坏了 那个烧着的是他的 那看着是个限量款吧 是不是有点贵啊 没事 我陪你 我们两个月 青菜馒头 还上去不欠他了 没事啥呀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又撕了一个珊瑚 是 是古董的意思吗 那这又得多少 多少钱 赔不起 那既然这样我 告辞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有没有点良心 你都这么大人了 你得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是吧 不过我说 你们两个天天在一块 会不会你这么相处着相处着 你就觉得他还可以吗 你就喜欢上他了 绝对不可能 我发誓 我喜欢谁都不太喜欢他 魏楚 他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 最讨厌 最变态 最自以为是的人了 我喜欢他 绝对不可能 你跟海洋师兄怎么样 我的海洋师兄 这自从上次 我送鸡汤去看了他 他后来出院了 我再也没见着他了 他怎么就 不来上课了呢 碰不着 碰不着他呢 你碰 你上次碰到他了吗 你上课 你什么时候 晚安 你到底去哪儿躲着 你呢 几点让我给你送早饭 我坐 行吧行吧 他行动不变 我还得给他去送早饭了 吃饭了 你看什么呢 你不是想知道具体数额吗 我就勉为西南 给你算了一下 二十八万 这么多钱 其实也有别的办法 你拜我为师 跟我学太极 我会每天扣述你的欠款 这么简单 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你就骗人 那你当时干不干 干 一天三百 五百 四百 成交 那我也得先去问一下我爷爷 我爷爷要不同意的话 我爷爷不行 那 你带我去一趟你家 去哪儿 我会说服你爷爷的 今天就去吗 今天就去 这么着急 你不是 急着还人情吗 你既然想见呢 那我带你去吧 好 那你找一辆车 我还得找车 你是老爷爷 我去找 我去找 好吧 我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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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晓晓 你能不能 能不能帮我搞辆车 借车 有事有 你现在就要吗 就现在 但是今天是周末 我还想再多事啊 我求你了 你最好了 我只有你那么一个好朋友 什么什么 我跟你开玩笑的 真的吗 爱你爱你爱你 他可能是有什么好朋友 他都不把他 他们的 他也不服用 他就批 st 我来 飘儿 笑笑 你车到哪儿了 就是你说吧 大周末早上让小仙女本仙 亲自千里迢迢来接你 什么奖励 笑笑 你最好了 好吧 你快点过来 快点 我跟你讲 这些记者都跟疯了一样 他们从别处一直跟到校门口 你来的时候小心点 什么呀 那是别人专业前线记者同志 辛苦劳动成果 那么努力为群众获取娱乐的消息 那是正能量 那是专业 你懂什么呀 好好好 我不懂 我不懂 海洋学长 你别重色切勇啊 小雪妹 这么巧 你车胎怎么没有气了 我帮你看一下 很危险的 是吧 人家不问你 喂 喂 喂 萧萧 你怎么了 喂 我 你看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没有啊 我看看这边 你没事吧 我好像有事 学长 学校就在前面 我扶你去医众师 那多麻烦我 麻烦你好像回了 没关系 自己不录 谢谢 在哪儿 来了 我也有什么事 我会怎么的 你只会过去医众联罗 世界陆商店 我都没关系 那我都没关系 那我都没关系 我都没有关系 我都没关系 快上 学长 你怎么不问我去哪 对啊 你们去哪 东江路四百零八号 好嘞 我怎么感觉不是这条路啊 东江学妹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现在这个时间点多 所以我们得绕一下路 放心吧 你说的那个地方 我熟 一定带你们安全到达 好 学长 我觉得照你这么走 好像一天都到不了我要到的地方 对不是我老疯疼的学妹 其实我有点事要找个一处 所以我临时改变一下主意 得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来了 您还说 好了 到了 为什么 吓死了 你没有标准呗 手劲还是挺大 本来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但现在看 好像这件事有点意思了 爷爷说不可以在人间展露功夫 但是 没想到 连我都骗过去了 你倒还真是身藏不漏 胃除了腿因我而骨折 所以 爷爷 对不起了 原来是你